嗯 昨天2-14 未留的那個CNC的冒冒 小了點機不是有的 但是一看 第一句說是他透露關於Season 6的地圖 Gideon說Season 6會在10月推出 我在想 Season 5是8月29號 結束了29號第2 8月29號至10月 中間是相差1個月 有什麼事呢? 接著他說 在8月29號的時候 一連四個星期三個星期 搞一個叫做 2042歸來 關於重溫Season 2、3、4的 這個Season Event 你記得CN2的時候 不是清算者 但沒來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模式出了之後 立即一堆個吵架 他沒有任何教學 兼且全部英文都沒有人聽 我看不明白 雖然我不懂英文 但我看不明白 因為你玩過BF5都知道 清算者 然後有這個 128特集 加多了 還有呢 他又是 他又是 撐回 CN2 香港的精算者 8對8 至少精補 然後 Season 3 就是這個 Quarter 是16對16 的 這個 M-Com 第二個是 32對32 前線版的 M-Com 第三個 就是 破了 然後Season 4 就是這個 Land System 16對16 好像8對8 那樣 Land System 但是呢 他說 因為 Season 5之後 就知道 7張本體已經重製了 然後呢 就考慮到地圖平衡性 每一個Season Event 都會有一些重製了地圖 總括來說 829號 我想 我回想 不是的 你想 你一個Season 完了之後 就會馬上另一個Season 但是 你是這個Season CM-5之後 立即變成這個龜內 重溫 為什麼 你弄得好像 給機會 那些 剛剛才買遊戲 或者現在才開始玩的人 不是 我說法 就是Eman會絕版的 回來 那件事 不說 沒有 有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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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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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獲得的獎勵是甚麼樣子呢 我記得在星選者的時候 我一直躲在家裏做一個炮塔 他說開頭的獎勵是關於盾牌佬的頭卡 第二個是盾牌佬的破壞小組的Def Skin 第三個是MMA5的Legendary Skin 打完就走了 你可以看看 CM1 CM1 最深奧就是CM2 CM4記得的 最後一個好像是 糖果杯的 Ever Skin 好像一個Visa面具 CM1 CM2 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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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2 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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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2 CM2 CM3 CM2 好多 昨天玩完事 唉 我本來真的想 真的想 真的 為何真的要改一改那個配率機制 昨天呢 最後的回合 因為我不想 跟對面那幾個人玩 於是就想要改變成Sher 即是有個說法呢 就是見人 當不想玩那個Sher 就可以 配對立即變成Sher 但我不是 即是那個回合是鬼流發射 我不想玩那個回合 怎知道再配對是鬼流發射 因為配對機制局限了你在那個 那個VZ的Sher 假的來說一直都是玩香港Sher 還有這個原因 你記得我三月幾個時候 就說過 為何全部都是香港Sher 然後我整天都吵架 但是PV不改 我記得 Seasons 4 開頭 就玩到這個 日本Sher 和新加坡Sher 以前也是 以前 玩到新加坡Sher 玩到日本Sher 但現在是玩不到的 如果你想玩日本Sher 你必須跟 你跟那堆Fan 你自己玩不到的 有一個說法 就是它的配對機制已經改了 又或者另一個說法 就是因為自己太少人玩 為什麼 一定是 如果每個人都還好奇想到 CN6 雖然只有一張地圖 但你PV拖過十月幾 還要是一張地圖 每個CN6 假設你真是8個C神 只有8張地圖 你11張本體 不是 不計CM5 不計CM5的一張 你上去之後 14張地圖 7張本體再加7張C神的地圖 加起來那個地圖比BF5還少 你買BF5那堆新的製作班底 放新地圖出去都不知那麼少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你記得BF5Trader出了之後 買一堆舊員工馬上走 然後新員工Candle 出什麼地圖呢 煎車風暴 水星 然後 然後 四人 地鐵行動 四張大型 然後最後買過別人 雖然地圖不算多 更新 但原本地圖也有很多 那個廢話是 你實際上 你玩Tactatial Congress 就是阿拉斯 賣給別人 地圖 Rotten 毀滅 萊維克 那堆 其實佔了很多 地圖 如果兩個模式的地圖加起來 就有 差不多20張 有 的而且此外 BF5是弱智 有個說法 就是BF5 遊戲的細節 是很 是 強過BF1 但是 唯一 最後就是 爛尾 停止更新 了 那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